大家好 我是YC 本期咱们继续更新新说唱第9期 第9期是情歌专场 这个赛制相信已经被吐槽烂了 所以YC也就不对这个赛制进行过多评价了 之所以会定这样的主题 可能是因为这一季主打一个RapStar的一个概念 把路走得更宽 YC还是比较接受的 在YC看来 rapper的这个人设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唱情歌也好 说唱也好 或者是脱口秀 或者是走在街上被拍了 各种展现方式 YC都觉得是OK 是非常具有rapper他本身的这种个人魅力的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咱们来一起聊聊这一期的节目 首先这个赛制是不限场牌的1v1v1 这样的赛制其实也造就了很多种玩法 就像咱们看到的盖场牌为了保两个兄弟晋级 进行了场牌内战 以及各种其他场牌间场牌内部的选人策略 首先第一场是一名场牌的万尼达和嘎里 以及他们瞄准的可能情歌并不是那么厉害的威尔 当然威尔也是这一期的一个爆点 咱们后面再说 首先YC觉得这一场三人PK 万尼达和嘎里真的都是比较成熟 或者是比较天花板之上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万尼达 虽然很可惜万尼达在这场淘汰了 但还是就像YC刚开始所说的 这并不局限于嘻哈爱好者们所定义的说唱的范围 这首歌是万尼达作为一个raffer的人设 站在了新说唱的舞台上 然后通过他个人来表现的一首音乐作品 他即使是没有说唱 他也是一首说唱作品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能get到YC的意思吗 所以在YC看来万尼达这场并没有说 那嘎里这场也是结构非常巧妙 他把琴哥和自己以前的嘻哈作品做了一个结合 完全契合了这个舞台 嘎里子今年真的是有备而来 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一个录音室作品 这里的夜晚搜我没座 根本不需要些微镜 感受体内细胞在跳动情况 会让你的飞行温度 流利又在下降 画面没得像浮花香 被你流进浪漫 都不出幻觉 就像这里没有废的大象 我从来没有见过Life style of you 别人问我 who you might do I know it's what you gotta do 甚至以及万贼来的路 这里没得像个陷阱 我爱自己活在电影 我想再到有安途的地方去 只想和你在这里会一相聚 想到每当你从后面抱住我 最想好可能不会告诉我 当我每当我从后面抱住你 就像个孩子停留到处躲 多想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想法里的心灵生灰 多想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原来叫醒我就让我沉醉 你说地球的同情都太假 你说这里有不大 真的存在吗 你会发觉这里没有人类吗 难道哪里多有空中的褪色 and she said I want to go back 她知道 I'm already know that 这心里面只有过去的世界 但你不到我年轻的OS 说了她就开始丢你背包 可是她脸上的泪就想飞倒 加进我肉里不停的肉 这些感觉更so cold 她少了别生来背景了 OK 第一首就是她和Rigi的这首 编法得非常好 第二首就是她最新展示的这一首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录音师版本 I'm really care about 如果发疑 看我客人介绍 在雕丝正的王子 欢迎有性感受 江湘海的热度就在大冰川 你又能够绷缩 岩浆的保语 我也不体温 早不知道我现在闹转的温 都想在7-11里面去买起温 本来是旧的思维 并不是蒂固 现场野人都在跟着记住 所以每天都在笑话 绵绵的笑话 绵绵的地固 没有总意搞入和锋芒毕露 所以我说的话 才是真的机子 在说20年你们才能听得懂 Oh God 不用明年了 你今年就会非常非常hot OK那第三首是他好像在节目上未曾展示的一首歌 YC王猜一下他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 应该会适当的对这第三首歌去进行一个编排 我们来感受一下 可以看出来 咖喱子真的是今年为了节目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他是根据比赛的规则 或者是比赛制造出来的主题 来对自己的歌曲进行一个适当的编排 我觉得非常聪明也非常用心 虽然根据YC这几年看新说唱总结下来的心得体验 不敢说咖喱子能拿冠军 但是咖喱子在YC心中真的是可以双冠的话 他跟咖啡虎今年双冠 至少在YC心中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咖喱不光这种音乐的品味非常高级 穿衣的品味也是非常OK OK第三位出场的是炸弹威尔 威尔的这首歌也是非常让人颠覆对威尔之前的形象 然后整个人的唱腔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舞台表现以及表情肢体动作之类的 都非常非常的奶狗化 相信当时场内的这些女生评审都PSL到 但是这首歌在YC作为一个猛男看来 真的也就还好 Beat里面确实能感受到想保留威尔一些Gio的感觉 那威尔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 不知道跟兄弟姐妹们如何来表达这一块 巧的就是威尔斯也刚看到 这个摩老师他们团队推送的反馈 完美的弥补了威尔斯的专业空洞 威尔斯就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可以听出来威尔的Beat里面呢 是有这个Gio必备的这个sliding哦 懂了吗 小伙伴们赶紧做笔记了 sliding 怎么解释这个sliding呢就是 嗯 有听出来那个sliding吗 对就 ok 懂自懂啊 YC也就不多做这个专业方面的过多解释了 毕竟YC自己也不是很懂 ok 那这三个人比赛下来呢 首先YC是觉得万尼达并不输啊 其实万尼达呢 首先他自己心态也是非常好 虽然很可惜呢 但是YC觉得万尼达 近几年的这个曝光率和 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这个机会呢 已经是非常足够了 那相较于前几年 比如说第一年YC特别喜欢的大笑 以及有一年的陈子彤 再加上去年的Jinks 以及更多的参加了比赛 YC没有记住的New Harper 以及更多的没有参加比赛 或者是隐退了的New Rapper YC真的是觉得国内New Rapper 其实并不弱 只是他们需要更多的镜头 来让大众知道他们 大众对于万尼达可能真的是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 希望多给一些机会 给这些特别优秀的这些New Rapper吧 那第二场呢 就是李大奔 Answer G和VLB他们组的 首先呢 YC觉得李大奔走到现在已经略显疲态了 他今年感觉是有准备 但是没有做的那么充分 或者是没有准备好一个新的突破 像是小白那样 当然他这辈子尽量的完善自己的舞台形象 包括他的那些肢体动作 是帅的 是帅的 但是YC觉得 这并不太能够支持李大奔继续往前走得更远 OK 那Answer GG歌呢 他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了 他在前几季节目唱的那个口袋宝贝 如果他拿口袋宝贝放在这轮打 我觉得可以完爆其他两位群手 当然他这首歌也并不弱 那VLB和CC的这首歌呢 依然延续了他们的这种 Old School这种风格 怎么说呢 单从嘻哈歌手唱情歌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这首歌并不输 但是如果你从情歌的角度 去来评判一位嘻哈歌手的这个多样性呢 我觉得VLB和CC呢 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些调整吧 我觉得可能有更好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 当然YC听的歌不是很多 不能举出来很多这种例子啊 OK那第三场是盖组的这个内战 是T song 小青龙和山姬啊 YC看下来这三个人当中 确实表现最好的是小青龙啊 但也不能说是特别完美的一个舞台 那这首歌呢 虽然它的flow上面有了更多的变换 但是感觉同歌的唱腔呢 可能在这首歌里没有处理的特别好 那梁老师的这首歌呢 YC是有点get不到 可能记住的就是Kris和周杰伦的这种隔空互动吧 那Kris呢也经常在Instagram上面 投的他的一些动态啊 我们的周杰伦老师呢也是经常给Kris留言 非常的和蔼可情啊 不知道周杰伦在Kris的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啊 那山姬鸡歌呢唱了这首他的早期作品啊 山姬在这一场确实动真情了 能感觉出来他在宣泄自己很多的情绪 跟他有共同经历的人呢 当然也会被他这种情绪所感染 那有相似经历的人呢 也当然会被带入这个情绪当中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 决定去留的这个因素真的是有很多 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因素 那每一个表演者所想要表达的重点不一样 那作为观众呢 可能我们欣赏的点又是不一样的 这两点如果是匹配的话呢 就是非常完美啊 那当然如果不匹配呢 你也不能说这个作品不好 那最后呢剩下的就是 X发展战的几位大神和 YC心中的唯一真神咖啡火 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 Kris组他们赛前的一个战略吧 你说 我觉得我走到这 啊 那啥呀你啥意思啊 不是因为 就是我自己看节目的话 我可能更希望接下来看他俩 你怎么这么想 你别这么想啊那就这样 我倒是挺想看XVC的 行不行 他是一名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对我是不担心的 可以吗 定了啊 那我们先派出XVC 首先假如说 Kris能特别确保 李嘉龙和麦克VC会赢咖啡壶呢 他完全可以就是保送阿雷Z 直接让他进酒墙 但是真的我觉得 他们还是非常忌惮咖啡壶的 如果让李嘉龙和麦克挑战咖啡壶的话 并不能百分之百确认 他们组的这两位能晋级啊 不管是李嘉龙或者是麦克 这两位谁淘汰呢 对于这个节目来说 其实损失是挺大的 毕竟今年感觉非常推这两位 当然他们俩确实是非常有实力啊 在这里有一说一 所以叫阿雷Z上呢 这一场有点是当炮灰的那一味儿了 Respierre Gliese 上场的时候 咖啡壶老师直接开始整活儿了 今天所有rapper都在这里唱一首情歌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说唱情人节 那每个女孩子都应该得到礼物 我的这只手大概被陆寒握过三十多次 然后我的这只手被 Race大概握过一百多次 然后我的这只手被攀摔大概握过一万多次 太油了这个人太油了 所以我把这个送给你们当情人节礼物 说唱情人节快乐 手断了 手断了 咖啡壶老师真的是了解各个年龄段女性的这个需求啊 首歌当然也是非常具有咖啡壶自己的味道的 直接开始就来了一个大段的褪月施朗送啊 但是我觉得整段并没有他开始前说的那句话那么有魅力啊 今天每个rapper都唱了一首情歌送给某一个人 但我的这首歌可能不送给某一个人 送给爱情本身 有时候你喜欢一个喜欢不到的人就像在机场等船一样 你等不到他 所以最后你也走了 所以这首歌名字叫做 Sorry 当时YC听到他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感触啊 想到了很多很多 真的是希望能多看到整一个选手的可能成为经典的这种舞台的表现啊 最后呢 YC想吐槽的就是节目里面喝战马的镜头也太多了吧 有点KTV的即视感啊 不知道现在国内的KTV是不是也能挂outtone了 了解情况的小伙伴回答一下YC OK那本期的视频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